整排座位坐滿人 人多得要等位 排隊是指定動作 不止商場食肆 連動物園都成為朝聖熱點 這裡是深圳,不是香港 通用內地網民最近的一句慣常說法 就是這些地方 港人含量達到99.9% 幾乎飽和 這幾天復活的 港人不上大千輩 前日最厲害,有七十萬人次 換言之,十個港人之中 有一個可能不上 難怪香港被迫擺出空城計 店舖老闆只好 紅眼睛幽幽的汗著者空城 這幾天長假期給我 我心目中猜到的應該會比較差 但猜不到的,值得這麼差,我以為 今天是四天復活年假的第三天 我們來到尖沙咀的口福街 星期日家庭日 以及估計部分港人會提早返港 應該食肆生意會好一點 誰知道就算是吃飯時間 看見很多間食肆客人也不多 這間麻辣店,一點多的時候 全長十幾台,只坐了兩台 十分之一也不夠 開系尖沙咀原本貪人流多 沒想過風水會輪流轉 每天都在外面,都很安靜 生意都看到,都很安靜 因為寫字樓那邊都放假 變成沒有寫字樓客 街客很少,遊客也很少 每個人都在外面玩 對…現在都不是香港消費 孤軍作戰的不僅你一人 旁邊的米線店五市情況 同樣都很暗淡 這台客真的為餐廳燃起一點希望燭光 香港很多,都很多東西玩 還有賣的東西其實在香港也有 雖然說大陸會便宜一點 但是可能你回大陸來回的時間 例如回回都差不多 我想在香港其實都很方便 基本上這裡紅衣尖沙咀 都是沒甚麼生意的 逢是長假期就會更靜一點 如果平時紅衣一日兩日都還好 如果長假期會更加慘淡 全部都是,每個人都知道,不想消費 內地有些,他們沒有復活節 所以又不會過來 我們那些人就上去 所以就是這樣,沒甚麼客氣 要抵抗北上紅樓 全港食市都有責任 九龍城的這間泰國餐廳 可以說是區內的龍頭餐廳 不過復活價,五市同樣被人稱兇 星期日未見旺場 現在市場上食市哀紅遍野 大家更加要堅守下去 昨天我們的五市都破了紀錄 破了開店以來的紀錄 是跌了大概三、四十個巴仙 人流是很少的 到一、兩點的情況都是沒甚麼人 因為那些人都回到內地 沒辦法,情況都是比較不樂觀 不知為何香港變成一個 好像賣慘情的城市 每個人都會去內地消費 其實這件事很正常 因為內地現在的性價比高 我下班我也想上去消費 這是備無可備的 但是我們要推出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自己自救 其實如果業主減到租給我們 譬如業主可能和我們減三成的租 而我們可以對客戶減五成的優惠 相對一章就可以做得到 的確,再不振作就只有結束命運 土瓜環這間經營四十多年的 港式西餐廳租約期滿 今天正式結業 早前我們報導一出 超聲人龍不絕 怎料餐廳最後幾天 碰上復活大千載 本來想打卡的印潮 都敵不過大氣候被無情奪去 早前,假期前都天天排隊 我一開門後已經有很多人排隊 一直都有人排隊 到晚上 這幾天假期開始已經很少人排隊 我剛才好像到一時 我都只有三、四成客坐滿 想都想不到 好像叫了很多貨進來 最後幾天 可能有很多客人來光顧支持 我們從地道沒得賣 叫了很多貨 但現在我剩下很多貨 這個影響了很大 其實人們是北上了 此消彼獎 在上面那裡多了人上去 香港人自然就少了人 都比較上是相感一點的 一來香港又是說真的 比較上人家上面的消費服務態度 禮貌始終都比香港好很多 我自己放假都手上走走 因為我會第一次上去上面觀察一下 看人家這樣說 很多人說 我上去覺得上面那個禮貌 和食物方面坐得很舒服 大家努力的香港人 就盡量留在香港消費 就盡量留在香港消費